大家好,我是Erica,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迷迭香花园的香草剧 我今天要分享一个美国官方所做的研究 有关于这个冠状病毒还有SARS的这个病毒 在不同的材质上面的一个存活率 那他们研究人员呢,他们研究的这个材质里面有很多 就是包括像铜、不锈钢啊,还有像这个纸板、塑胶 因为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常接触到的 那他知道说这个研究结果是怎么样吗? 我来这边有些图给你们分享,结果是非常吃惊的 那其实前面这几个Bar呢,比如说他们这个研究发现说 这个病毒呢,不管是冠状病毒或者是以前的SARS病毒 其实这两个病毒的特性非常非常的类似 那他们发现说,这样的病毒呢,它在空气中平均可以活大概三个小时 可是它在铜上面只活大概四个小时 那再来看他们所做的另外一个图,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前面这两个图就是那个病毒在空气中跟在铜 可以很快速哦,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病毒很快在几个小时内就抖降下来 可是其他几个哦,你看这个东西就是纸板 纸板就是说像你去网路购物,他们寄东西来的时候那个纸板 它就会时间就会比较久一点 好,就是纸板呢,是24小时 那如果是像这个后面这两个都是属于像不锈钢呢 跟这个塑胶呢,都要到两到三天 那你这边可能就会想说,为什么研究人要用铜去做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说铜跟你有关系 实际上呢,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你可以使用铜 比如说在我们方僚所使用的一些东西来讲的话 以精油来说,其实精油使用铜器来萃取的话 它的品质,不管是产生出来的纯露或精油 都会比传统的不锈钢来得好 我自己就是用这个铜器萃取的精油跟纯露很多年 而且我本身也是学习这方面的专业 我到那时候我还住在台湾,我到美国来学习 刚好就是我住了这个州,华盛顿州 那用这样的铜器的方式来萃取的时候呢 它可以让这个,因为铜离子有杀菌跟抗病毒的作用 从古代欧美人士都知道 用铜器做的东西呢,它可以抑制一些病菌 而且呢,这样的萃取的纯露呢 它在这个保存性上面也比较不会那个发霉坏掉 那因为有时候发霉坏掉,其实你眼睛是看不到的 是要去做实验室上面的数据 那他们在发现说,这个用铜器萃取的纯露呢 它在这个大肠杆菌,尤其是像OE57 这个常常在美国发生一些很严重的一些感染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听到 像还有一些像里斯特菌 像我们最近才听到说,有金针菇被感染里斯特菌 好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绿龙杆菌这些 都是会让我们导致非常严重的一个致病性的一个细菌 那铜离子所萃取的纯露呢 它的保存性会比不锈钢的这个纯露保存性来的久 是因为铜萃取的一个方式 不仅是因为它的铜离子可以打到抑郡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铜在萃取的时候呢 它在萃取的时间,比传统的不锈钢的速度来的慢 所以它的有效成分比较可以完整的被保留下来 植物当中的一些抗菌啊抗氧化的成分比较容易被保留下来 可是因为不锈钢的是一种萃取方式,是比较商业化的萃取 它可以大量萃取,平均三个小时就可以萃取完 可是不锈钢的萃取的这种方式呢 就算是200公升,250公升的这个铜器,很大的一个铜器 我们等一下这边会看到一些照片,我们的合作的农场 它们在萃取的时候,通常从清晨四五点就开始准备 要弄到晚上九点十点 有时候还要弄过夜,因为一旦火开了之后 它们就会一直持续去加温去处理 那一直反复加入新的药草跟植物去萃取 在夏天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 萃取时间要多三倍的时间 可是萃取的产量是比较少的 那当然价格比较高 所以我很希望说大家能够多珍惜像这样子 手工得来不易的一些精油跟纯露 去选择一些像这种职能萃取 那铜器萃取的虽然是比较好 可是你也要去做一些检测 如果你有没有去做检测的话 你的纯露可能有含一些过量的重金属 因为这些所有的这些铜器啊 或不锈钢的这些萃取的这些容器 它都有焊接的一些金属 焊接金属就不是全部都是那个铜 因为它增加的稳定性还是有别的金属 我之前知道就是有一个品牌 他们的那个铜锅里面就是有被发现 融出来有一些重金属 还有一些不锈钢的也是 所以就是你在使用这些纯露的时候 一定要找有机认证的 而不是说买一台这个机器 回家就可以脆除说摆很好的东西 不是这样 它就要经过上课 好不断的去研究这样子 然后其实纯露真的是一个一门学问 虽然我在七八年前就开始学习到铜器萃取 可是我还是不断在学习增加这方面的知识 实际上在美国他们有一种油漆呢 里面就含铜离子 然后他们就很鼓励说在医院的时候 在医院的环境啊 诊所环境比较人出入多的地方环境 可以买这种有含铜离子的油漆塗在墙壁上面 那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降低抑菌的情况 然后门把家里的门把可以买这种有含铜离子的这种成分的这种金属 然后镜子啦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些实验上面呢 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降低一些暴露跟危险 那今天呢我就分享有关于铜器萃取精油跟存入为什么比较好 还有就是比较好保存对我们的这个在使用上面的效能能够提高 然后就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在不同的这种器皿上面的这个存活率的情况是如何 那今天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您订阅跟分享 打开铃铛 打开铃铛